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魏无羡展开手 因虎幅缓缓跃动 忽然天边滚过了敌门的雷鸣 晨云蔽日 疾风立下 周遭一片飞沙走时 蓝望机面不改色 一袭白衣抹额广袖随风烈烈而飞 因虎幅最终悬浮着跃动 但魏无羡掌心之上 百家修饰不少人 无意间将手搭在剑柄处 仿佛血洗不夜天的记忆被唤醒 魏无羡无奈地摇了摇头 打去道 则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们怎么还这么怕我啊 蓝望机也并未得闲 一抹望机琴弦 七弦被快速卸下 手臂发力琴弦如缩 快速穿过金光瑶和聂明觉两具尸体的中间 缠绕住金光瑶的尸体 微微发力一拽 金光瑶尸体骤然飞弃 又平稳地落入 刻有金星雪浪的牡丹纹观过中 事情在以最好的形式展现 聂明觉并没有因为祭品被夺走而凶变 聂怀桑快补充了过去 蓝锡尘则双足如贯千一般的沉重 赤木毛子晕晕着水汽一步一步地挪过去 聂家修饰将聂明觉的佩刀大下 请入一口空棺材内 聂怀桑则亲手替聂明觉换上秀有清和聂时的瘦头家祖纹的兽衣 这些黑衣给他平添几分威严 聂怀桑红着眼眶 将聂明觉安置入雕有兽头纹的棺果中 棺果内闭眼沉睡之人是安详的 蓝锡尘一赤木 看着棺果内的聂明觉哽咽道 大哥 对不起 这一度让蓝锡尘走不出来的心 结算失了了一半 雕刻朔纹的棺木被沉重地棺杆缓缓合上 木蝎子也被定下 再次封关 蓝锡尘面色苍白 些许亮呛的移动步子 往一旁金光瑶的观过行去 金光瑶还是死前的样子 狼狈不堪 断臂残衣 干涸变黑的血字 着实着伤了蓝锡尘 蓝忘机走机换道 兄长 严霸 抬手将封了乾坤带地给蓝锡尘 金光瑶当初无端设计陷害未无限 蓝锡尘并未想过真的要收集金光瑶灵石 而当下蓝忘机这一举动 让他赤红的双眼悄然落泪 金光瑶当初的死雷同于献祭怨气击中的刀铃 是以他的灵石定然尸被暴力撕碎 蓝锡尘微微颤抖着手 结果承载了金光瑶残缺的灵石 道 带会云深不知处 蓝忘机微微汗手 虽对金光瑶无半分好感 却能感同身受兄长的释然和喜悦 金灵抽烟又倔强地抹掉脸上的泪子 看着蓝锡尘手上的乾坤带 又看了看棺果中的金光瑶 本欲将金光瑶带回金灵台安葬 可金光瑶情况特殊 他并未受过安魂礼 加之零十三岁 火葬才是最好的办法 他道 小叔叔火葬 这话是在征求蓝锡尘的意见 风姿卓越的蓝锡尘 当下也顾不得狼狈泪眼 抬摩看着矮了他半个头的小背道 如此甚好 尸体火化 灵魂安养 而魏无羡这边也按着计划而来 因虎幅悬浮在离他不远处的半空中 魏无羡吹响陈晴 周边黑烟四起 蓝旺鸡则配合着魏无羡 琴声裂波破空 闲音入云 而在场的其余修士看着这一幕 不自觉的背心冒冷汗 有的甚至心生出逃离之意 片刻后 因虎幅开始剧烈颤抖的起来 见此有的人已经开始拔剑 然而那些黑烟还未绕着他们跟前 便被蓝旺鸡的琴音打散 一曲弊 魏无羡侧手看着蓝旺鸡 两人默契地点了点头 魏无羡从怀里掏出几张浮转 蓝旺鸡则直接凝聚淡蓝色灵力 弹向浮转处 扶植在眼前燃烧出明亮的蓝燕 燕火升空 在他们头顶绘成一圈巨大的圆环 亮眼处都是梵文惊咒 魏无羡低头想了想 又吹出另一段曲调 更加生辟难言 墨黑的同人力 一抹妖异的血红格外夺目 他将笛子吹得寒气刺骨 似消体鬼啸 如气如素 夜之中消 草漏清寒 一旁观望的修士 早已放下警惕 些许疲惫地坐在地上 观望着魏无羡 与蓝旺鸡二人 配合着回鹰虎符 线下那些修士才算真正明白 他们此次出场的真正目的 就是为了让见证 鹰虎符被彻底销毁 而非是前来助阵 晨曦见智 天空泛白 流云边缘染了一层薄粉 鹰虎符终于在这一刻化为激粉 此次毁他并未伤及一人 倒是魏无羡泪得有些脱力 靠着身后熟悉的胸膛 一只温热的大手 轻轻抚过魏无羡的嘴角 他才反应过来 他自己惊泪到吐血 蓝旺鸡将魏无羡打横抱起来 低声道 睡会 一众人瞠目结舌地看着魏无羡 被蓝旺鸡金贵地抱起来 这是来自仙君的偏爱 清冷仙君柔情的母子 只对着魏无羡一人 那些重伤他二人情感的谣言 再次不攻自破